诶哟哟 诶哟哟 哟哟 哈喽大家好我是魔玩 看到前面的这一个 并不是魔玩的新背景 而是魔玩在今天 收到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包裹 再会查了一下 其实是由万代这边所寄过来的 这个的话其实是魔王自己从万代的PP商店所来进行购入的 有接触组装模型的朋友 对于万代的PP商店应该不算陌生啦 那魔王这边也简单介绍一下 PP商店也是万代这边所开放的网路商店 最主要贩售的其实也都是以限定品为主轴啦 也就算是这个官网的限定 里面的话除了贩售大家最熟悉的组装模型之外 当然还是有贩售一些部分的涂装完成品 又或者是我们实玩的系列 像是这样子的PP限定 如果你在预购的当下没有来进行入手的话 未来有想要再追回来 其实一方面是价格会变得比较昂贵一些 那如果你想要真的以原价方式来进行入手 除非官方这边啦 又有在开放二次贩售 也就是所谓的再版 那才有机会 不然PP限定的商品 其实也算是可遇不可求 除了官网限定之外 其实各个地区的万代PP商店呢 也都会贩售一些不太一样的商品 像是前段时间 我们Pecola所推出的电磁宠物 其实也就是日本的PP商店限定 那台湾这边的代理是全数砍单啦 确定是不会进来 想要入手的朋友 可能也要透过一些代购的管道啦 才有机会可以去购买到 区域上面的限定 魔幻个人觉得是比较困扰啦 有想要却买不到 但不管怎么样啦 弯袋所开放的这一个限定品的专区 其实也就算是提供给收藏者另外一个方向啦 可以来去入手一些比较特殊的钢弹系列 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啦 看到前面这么大的异象呢 其实魔幻没有想到会这么的巨大 这个的话也是魔幻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呢 就已经来进行预购了 里面的话呢 是有两支同系列的钢弹模型 这边魔幻也就不再多说啦 直接把它拿出来 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魔幻这次所入手的这两支 其实就是出自于我们钢弹系列的雷霆宇宙战线 里面呢最经典的画面啦 我们的全装甲钢弹对上脑波传导萨克 其实这一次的限定啦 并不是官方第一次推出了 早在1718年就已经有推出过这一套PB的限定 只是到了今年啦 官方又再次开放这一套的预购 魔幻刚好有跟到啦 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回入手呢 其实还是因为啦 前段时间去参加到这个万代的模型展 在会场当中是有展示出这两件作品 摆起来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有分量 再加上呢 大家目前所看到这个盒绘的战损呢 其实是官方原本出场就已经有的 魔幻还算是蛮好奇的 不知道官方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 至于躺在下面的这一支 当然不要魔幻多说了 也就是我们脑波传导型萨克 可以看到呢 这应该算是魔幻目前买过最大的NG核组 会做到这么样的巨大 其实除了我们本身脑波传导型萨克 就已经很有分量之外 再来这一次的PPE限定是连着我们背景场景的部分都有一并附上的 价位上面来说这么大的核组一定不便宜 可是以我们钢弹系列来说又是PPE限定 其实魔幻个人觉得还蛮划算的 魔幻这次入手的脑波传导型萨克 定价是在2040块 再加上大家前面所看到的全装甲钢弹 这次的定价是来到了1640块 两支相加再加上运费以及税务的费用啦 总金额大概也就落在3800-3900块钱 呃...虽然不是一笔便宜的树木 但是可以一次凑齐这两支限定品 其实魔幻觉得是真的很划算 当然大家看到魔幻的影片啦 其实也就代表是已经错过了预购 不过啦官方这边有关注的话 其实未来都是有很高几率 再以这种再版的方式推出 有兴趣的朋友 那你就可以继续关注一下 那在这边的话 魔幻还是简单开箱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板件的部分 就先从这一个脑波传导型萨克呢 来进行开箱 打开其实也就可以看到 里面的板件数量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可以看到啦 其实以这次的颜色来说呢 官方的分色算是做的蛮细致的 而且没有想到呢 连着这种金属质感的配色呢 官方这边也都是已经有做这种预先上色的感觉 以素质的方式来呈现 效果应该也会蛮不错的 另外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看到一些装甲的部分 这次也都是以这种暗红色写红色的方式来呈现 接下来在地台的部分 这次所附上的 虽然是这种一般类型的地台 可是跟一般市面上还是有做了一点小小的差距 最主要啦 场景这边呢也是需要另外来进行搭配 这边的话呢都有特别把这种破损的样式给制作出来 板件上面的设计算是真的很有特色 最后说明说这边其实也是厚厚预本啦 主要也是因为这次传统型薩克的制作 并没有到这么的容易 再加上啦这次又以这种战损的方式来呈现 这边的话官方其实就是以水贴的方式啦 要以水贴的方式来进行粘贴 可是在模玩的印象当中啦 万代的水贴好像是非常非常的硬 如果没有搭配水贴的软化剂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来进行使用的 这个地方啦 大家在购买前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除此之外啦 这一支脑波传导型的薩克 还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没有错也就是在于管线的部分 这次的管线配置呢 都要以这一个黑色套筒的方式来呈现 无论还没有拆封啦 所以不太确定它是不是一个管子 不过之前有听同浩分享 听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组装 所以在购买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是要把这两个因素呢 给考虑进去 薩克的外观也因为管线配置是比较多一些 一直以来它都算是一个比较不好做的集体 可是只要用心啦 把管线的部分给制作完成 其实以细节的部分来说啦 也就可以达到一个蛮不错的展现效果 第一阶段的脑波传导型薩克 我们一样就先放在旁边 选装小型钢弹 这边的配置就比较少一些 当然啦 连着这个场景的部分呢 也是有一并附上的 一样是用一个简单的场景来进行搭配 当然摆设起来的感觉呢 也就会因此而加分 这次推出的版本 也因为是这个战损的式样 所以盾牌这边原始的这种战损的感觉 都是有制作出来的 不管是正面以及背面的搭配呢 都是有完整还原的 另外在头部这边 也因为是有一个小小的战损 所以这次官方呢 也都是由以这种分色分件的方式来进行制作 细节上面的呈现算是蛮特别的啦 毕竟也算是少数呢 官方直接制作这种战损系列的版本 这次的地台啦 也是直接完整附上的 所搭配的地台 跟我们脑波传导型薩克是一模一样的 说明说这边就稍微亲民一些啦 可以看到呢是比较轻薄一些 可是呢以制作上面来说 这一只其实也不算容易 刚刚看到薩克管线的这个套筒呢 没有错啦 在这一只也有相同的零件呢 要来进行制作 是设计在手部关节 以及脚部关节的一些小小地方 细节上面可以大大加分啦 但是制作的难度呢 也就会相对高一些 另外的话没有错啦 大家也有看到 这次的战损呢 一样是以水贴的方式来附上 有一些小细节 都是要来进行另外的切割 才有办法完整贴合 但以制作方面的难度 当然也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魔玩客人呢 还是会建议想要入手的玩家啦 至少又组过NG系列啦 再来入手这两套呢 组装的过程才会觉得比较得心一手一些 特别花了一年时间 来跟大家分享这两只我们PB限定的钢弹啦 也算是啦 魔玩看好长一段时间了 像是这一只脑波传导型的萨克 魔玩一直想要入手 包括之前的卡板也是啦 那最近的话呢 终于有机会以PB限定的方式购买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未来的话啦 魔玩也会再找时间啦 再把这两只组装完成 不过这一块魔玩推测 应该也要等到明年了 有组装完成 当然也就会在实际拍摄一些细节的部分 以及一些组装上面 所需要注意的小小地方呢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后的话 大家先不要急着关掉萤幕 魔玩还有最后一只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只也是今天早上热腾腾 魔玩才刚入手的 也是前段时间大量砍单的一只组装模型 没有错啦 也就是我们MGSD的猎魔钢弹 早上的时候 偶然去这个知名品牌 玩具特曼会逛了一下 结果没想到就让魔玩捡到了最后一只 定价的话也就是在925块 也就算是这个原价的部分 第一只的自由钢弹没有机会入手 那第二只的猎魔钢弹啦 有机会可以买到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一样啦 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开箱 打开之后主要也是五大袋的零件 其实数量上面不算多 那最主要在色彩的分色设计呢 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 该有的细节以及一些刻线的部分 其实这次开模的设计都算是很细致的 比较可惜的地方 当然还是在贴纸的部分啦 这次官方所附上的也是一般的这种透明贴纸 大家有想要以水贴的方式来呈现 目前为止也是只有副厂有推出啦 这个地方大家可能还要再稍微注意一下 也因为算是我们NG系列的SD啦 有骨骼的架构 所以在零件上面的配置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多 这也是魔玩个人很期待的地方啦 期待组装之后啦 在细节上面的一些小小表现 这次有部分的金属质感零件呢 也都是直接以这种金属的成型色来表现 其实以宿主派来说真的算是很有诚意啦 呈现出来的这种金属质感 魔玩个人觉得也算是蛮不错的 透明分件的地方 这次官方所设计的这个特殊色呢 也算是非常非常的饱满 整体搭配起来呢 魔玩个人也是更加的期待 有机会以现货的方式捡到 真的算是蛮幸运的啦 那魔玩这边的话呢 诶可能会在刚刚的两只NG之前啦 先把这一只给组装完成 今天的纯开箱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最近入手的钢弹系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啦 又可以捡到现货又可以买到我们的PP限定 魔玩最近其实都还有在继续制作我们的组装模型系列 像是前段时间答应大家很久的战舰系列 魔玩这边啦是已经即将完工了 我来也就会再找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也就先到这边啰 我是魔玩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